現在台北市政府在5月20號停工之後 他們並沒有積極的去處理跟遠雄解約的這件事情 然後反而就是把遠雄現在違反建築法的這些東西 要讓遠雄跟台北市政府重新進行協調 然後進到台灣建築中心去審查 可是大家千萬不要忘記了 大巨蛋現在為什麼會蓋成這樣子 就是2011年的時候台灣建築中心護航 他們護航讓他通過這個大巨蛋的防災審查 市政府現在又要讓這個台灣建築中心來認定遠雄 這代變更的內容可不可以符合防災需求 你不要忘了大巨蛋背後的靠山是誰 是我們現在的總統耶 當時簽約的人現在是總統耶 你看連美和斯的這些事先案出來 都可以馬上有人出來翻盤說 這個不是那個意思 不需要賠錢不需要怎樣 只要影響到我們的總統被罵到那邊去 就馬上會有人出來幫忙戳湯圓 大巨蛋這件事情不會嗎 大巨蛋這件事情明明白白就是我們馬前市長的弊案 現在他當總統了 連檢調單位我告訴大家 上次台北地檢署傳我們去問大巨蛋的事情 我們去開完第一次請以後跟檢察官說明以後 檢察官也告訴我們要補什麼資料以後 隔沒幾天那個檢察官被調走了 調到宜蘭去了 這樣子的事情不斷的在發生 你讓我們這些小市民如何去信賴這些 真正的這些審查的機關的公正性 所以你現在台北市政府要把球丟給台灣建築中心 如果台灣建築中心通過了 你台北市政府怎麼收尾 你現在其實還有很多的手段 現在我們可以跟遠雄解約 我們希望我們的柯文德市長真的可以勇敢一點 這件事情絕對不是無解 我們只要把蛋拆了把約解了 你以後也不用再頭痛了 然後台北市民會很高興 我在這邊住了五十幾年 從大巨蛋開始蓋 從我的房子開始裂 從我的身體的皮膚開始感受到 附近空氣的開始受污染 我真的是已經深受其害 如果這一些包商們說他們會因為停空而受損失 但是那附近的那些大樓 包括市民大道光復南路口那些大樓 他們都已經開始 房子都已經受到損失了 這些損失絕對比包商們的損失還要多 只是沒有組織一個自救會 所以社會也沒有關注到 那我是一個在地住了將近五十年 已經五十年 民國五十二年就去那邊住了 已經五十二年的人 我們看到那些樹莫名其妙的被搬走 我們天天忍受它的噪音 我們天天忍受它排放出來的廢氣 我們天天看著它的車子到現在為止那些樹還被那些很危險的圍裡圍住 我親眼看到好幾次摩托車要經過他們的門口的時候 因為他們的車子沒有人出來指揮而摔倒了 所以這些公共安全的問題 這些市民權益損失的問題 原來這裡會有一座很漂亮的森林 可以變成東區的立繪 可以給我們很清新的空氣 結果這些東西都不見了 只為了這塊土地要變成一個所謂的大巨蛋 但是這個巨蛋又不吻合我們所需要的正統的規格 是一個不安全的巨蛋 這是我們需要的嗎 是我們的子孫能夠在這邊發展的地方嗎